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启聪 现在呢 我跟大家临时差博一则新闻 就是这个Sungai Parkup补选的提名现场 OK 这一次这个Sungai Parkup的补选呢 只有两个候选人罢了 也就是 两大阵营 就是这个团结政府跟着一个国本一对一 然后呢更加细的来说呢 就是这个回教党对垒这个公政党一对一 没有第三个候选人 也没有第三势力 也没有独立人士 哈 OK 这个将会是在回教党跟这个公政党一对一的对决 啊 OK so啊 在这里了 啊 我就想说一点就是呢 平时呢 呃 面对这种补选也好 大选也好啦 哈 你会看到呢 市面上呢 啊 会有一些 啊 说法 就是呢 啊 叫你去投 第三势 啊 啊 OK 啊 或者是投第独立人士 总之呢 就是呢 不要投国盟 也不要投 西蒙就是了哈 OK 所以 呃 通常啦 鼓吹这种投第三势力的人 呃 有两个类型 好 OK 我先说第一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呢 他们其实实际上是国盟枪手来的 OK 他们其实实际上呢 呃 他们 其实是希望你们投国盟的 他们完完全全是服务国盟的 但是 他们很清楚知道 他们没有办法说服你华人去投国盟 啊 就好像呢 呃 这个 巫统也没有办法说服这个马来人去投火箭 一样的道理了哈 所以他们很清楚知道 啊 你们华人是不可能去投国盟的 啊 所以呢 他也不要妄作小人哈 啊 在那边呢 叫你们投国盟 等下还给你们骂那种 啊 但是呢 站在他们的政治立场呢 站在他们的政治利益啊 他们呢 是绝对不希望这个西蒙生的 他们只是希望这个国盟赢 然后这个西蒙输 然后他们就要用一个迂回的战术 他们就会告诉你 哦 就是我们投第三势咯 啊 现在呢 这个 西蒙这样破改了哈 啊 他不输的话天理不容诶哈 所以呢 啊 我们要 这个天理还在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让西蒙输啊 所以呢 啊 投第三势力 不要让西蒙输赢啊 OK 比利巴拉之类的 其实 这些国盟相守呢 是真的是 希望国盟赢了 只是他嘴巴讲不出口 叫你投国盟罢了哈 他们不想妄作小人 但是呢 有一些呢 呃 尤其是马华的基层啊 马华的党员啊 他们私底下是直接跟你讲投国盟 因为啊 始祖不怕汤啊 我跟你讲 马华都是始祖不怕汤的 他是德浪德浪叫你投国盟的 他们不怕了啊 OK 好 好 说我刚才讲两类的吗 第一类人是国盟枪手吧 我先讲第二类人 第一类人我是很鄙视的哈 OK 但是第二类人呢 我不敢鄙视 因为我也不说他们有错 啊 第二类人呢 就是呢 他们 可能曾经是这个西蒙的支持者 但是后来西蒙执政了过后觉得这个西蒙的成绩 他们不满意 啊 本来是希望这个西蒙可以交出一张很漂亮的成绩单 但是你这个成绩 啊 好像勉强及格罢了 不行 有些人甚至觉得你不及格 啊 啊 说 啊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觉得自己这票不想给西蒙了 啊 所以呢 如果出现 啊 第三股势力 啊 他们会很高兴的把这张票投给第三势力 但是 他们的出发点跟我刚才讲的那一群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刚才我说那一群人完完全全是国盟相守 OK 然后这 第二类人呢 他们是 呃 自由的 他们是独立的 呃 他们并没有跟国盟有一毛钱的关系 纯粹就是因为不满西蒙 然后呢 啊 要投这个西蒙的发卸票罢了 所以他们就会去投第三势力 OK 好 So 现在的 我要讲一下 啊 今天这个提名结果的重点了 OK So 现在 这个 苏埃巴卡普选来到了一堆 啊 西蒙跟国盟一堆 So 这时候呢 那些所有鼓吹投第三势力的说法都已经不能成立了 因为都没有第三势力你要投税 啊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可以让大家更加清楚的看到一点就是呢 在这场选举里面呢 肯定会有一个赢家 肯定会有一个输家 然后这个赢家 必然是在国盟跟西蒙之间诞生 所以呢 对于我们 啊 广大的老百姓来说 你现在是要让国盟赢 还是让西蒙赢 啊 OK 之前 你还可以自我安慰说啊 我们让第三势力赢 啊 啊 说 我们不满西蒙 我们不要让西蒙赢 国盟那个我投不下手 所以我们让第三势力赢 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自我安慰了 因为呢 第三势力根本不成西后 第三势力根本不可能赢 这个赢家依然还是在国盟跟西蒙之间诞生 啊 现在更好 现在完全没有第三个候选人 啊 现在就是这个赢家必然在西蒙跟国盟之间 啊 说 你要让水赢 啊 OK 想想一下 啊 让西蒙赢不敢赢 让国盟赢 哎 不可以 这个国家不可以让国盟赢 说 到最后 最可能会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不要去投票了 啊 啊 只要不要去回来投票的话 这样就不管我事了 不要逼我做选择啦 我不要做选择 我放弃我的选择 哈哈哈 OK 所以你看着来了 这个孙外八个不鲜啊 我觉得可能 华人投票率会 跌很够力啊 啊 当然 与此同时呢 马来投票率也可能跌的 像那个 新骨毛的补血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 马来人的投票率是跌很够力 不然的话新骨毛不会大胜 如果 新骨毛的马来人投票率是维持的话 跟华人一样的话 这样我告诉你会很危险那个选情 啊 所以现在这个孙外八个 啊 你现在看到一对一的情况 我觉得华人投票率应该是会跌了哈 就是那些不满西蒙票 都又投不下国盟的人 但是在这里啦 哈 我只是说 呃 其实也没有错了 这样的心态 哈 OK 投票是自由的 投票是民主的 啊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大家要很小心提防改我讲的第一类人 他们完完全全是国盟的抢手 他会告诉你西蒙不输天理不容 他们其实就是转一个丸 让你不要去 投 西蒙 让你去投这个第三势力 然后呢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国盟赢 国盟赢他们就可以吃香荷了 就是这么简单 啊 OK 不是说不能支持第三势力 只是第三势力不成气候 我本人我一直我都有在鼓吹第三势力 但是我所鼓吹的第三势力 不是像 Muda 这一类的 我鼓吹的第三势力是像 GPS 这一类的 啊 啊 我鼓吹在楼佛要有一个PB界 Batty Bouncer Gioho 啊 才成气候 不然的话你像Muda那样是不成气候的 啊 你不成气候的话呢 你其实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你 让国盟作手以往之力 我是绝对不会 让这一个结果 发生了 啊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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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要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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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有法复尽 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